好 那麼經過了SBL 包括CBA的一些歷練之後 終於算是一個學成歸國 來到正式的一個直籃的戰場 那是不是給尾翰分享一下 你覺得就是經過了三年之後 又回到台灣 你覺得現在台灣藍壇 給你最大的不同的感受是什麼 最大的不同的感受 我有因為也跟過CBA的 職業聯賽的發展 然後到現在回來 其實台灣有三個聯合 然後有兩個是職業聯合 一個是辦職業 我覺得這個環境 需要再成長的東西還有很多 因為現在大家 每個球隊行銷 跟球員的一些特質 我覺得還是要再努力 因為其實球員有 說真的有很多 都是學生剛上來的 然後你要再到職業球員那邊 還要再花一段時間 但是我覺得看到行銷上 真的有跟上職業聯盟的水準水平 所以我覺得這次回來 讓我們很開心 就可以看到台灣現在的 藍壇大環境變得這麼好 等於說行銷方面 是有比較顯著的一些提升 那延續來說 因為畢竟你現在在中信特工 這邊也算是一個老大哥 你自己又經歷了那麼多的球隊 跟國外的一些力量之後 你覺得現在來看 什麼樣子的方式 最可以有效的幫助這些年輕的球員 說幫助我覺得要互相學習 然後跟在球場訓練的時候 互相的... 插出互相模範 我覺得 因為本身我還是在... 還是在學習的狀態 我沒有想要說 以學長的身分 然後要去教訓學弟 或是你要去知道學弟什麼 我覺得就是 中央上碰到事情的時候 我們可以做 立即的互相溝通 然後我了解你需要什麼 然後你要了解我需要什麼 然後包括整個球隊的氛圍 我覺得就是大家都還在 互相學習的某些東西 所以我還沒有想說 因為我身邊上面 還有一個老大哥 其實他的給我們的東西 會比較多一點 對 包括指引的 然後風哥 國偉 他們都會 因為我們都不一樣的硬件 可是我覺得尾翰 相當不容易的一個部分 就是說等於你是 算技中才加入這支球隊 結果你在稍早的有一場比賽 你就創下單場十六助攻 那我也真的是蠻佩服的 跟這些可能... 等於隊友也沒有磨合多久 但就有這樣子的數據 你自己覺得 怎麼樣能夠辦到這一點的呢 我覺得... 運氣可能佔了一半以上 因為剛好那天 隊友的手工 可能手感都很錯 然後可能我會... 自己的習慣會多看 隊友的比賽 自己球隊比賽 基本上我會檢討自己看的一遍 然後我都會慢慢的去... 去看他們的習慣的 出手的時間點 然後他們喜歡 某人的甜蜜點 我都會去... 去看這個氣景 所以我會知道他們 什麼時候該出手 然後那個時間點 對手感他們 他們會... 命中率比較高一點 所以剛好吧 他們那天手感確實都很好 我就想... 才會... 刷出... 刷出那個... 你這客氣耶 那我們就說... 不然就說... 可能當天是... 如有神柱好了 那延續這個部分啊 其實... 說到神柱啊 最近其實... 尾翰也是有去做了一些工藝活動 去宜蘭啊 做了一個神愛之下的一個回饋 你自己對於這些... 做工藝的這些心態 你是... 基於什麼樣的出發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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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 從以前... 就是... 開車的時候 然後... 路邊會有賣那種玉蘭花的 然後我在生產中 我們說... 就是... 這些賣... 這些賣玉蘭花其實很... 很不容易啊 然後那時候其實... 條件也沒有到可以幫助 這些人這麼多 然後到現在回來了 然後自己... 有到一定的命令的時候 我想要做出... 回饋 然後回饋社會 不管是回饋社會 就是到神愛之家做一些... 物資上的補助給他們滿好 我覺得會... 慢慢的... 慢慢的去... 去... 做不一樣的事情啊 就包括以後 可能會... 找一些比較好的朋友啊 或是球員啊 有... 多的球衣、鞋子 或者是... 呃... 贊助什麼東西 我都會去想辦法去... 弄到不一樣的... 那個... 那個... 機構裡面 資訊然後這樣子 再提供給這些機構嘛 嗯 好其實... 尾翰剛剛講到這個部分 他們在車上 或許我相信啊 可能很多時候 小朋友也是在後面 也是做一個... 以身作則的一個概念嘛 那提到了一個小朋友 其實我看你的個人IG啊 也... 很常PO一些小朋友 可以看得出來 你絕對是一個... 好爸爸 那這個時候我要問啦 你自己是兩個小孩的爸爸 你希望... 小朋友長大之後 在他們心目中 這個... 爸爸是什麼樣子的一個印象呢 爸爸是什麼樣子的印象呢 就是... 我想要讓他們看到 可能就是善良嘛 然後... 跟... 孝順 然後... 我就希望他們有這種想法 就是只要善良啊 然後... 孝順 然後... 就是身體健康 然後... 不用去... 去消防我或學習我什麼吧 因為... 因為真的會每個人個性都一樣 我也不知道他們長大之後 會怎麼看我... 什麼樣子的爸爸 對啊 我就是希望他們就是 身體健康然後... 反而對於球員這個角色 你倒是不會覺得說 欸... 一定要說... 哇... 我爸以前是很厲害的球員不會齁 不會齁 我不會想要去讓他們了解太多 或不過的東西 讓他們自己去摸索 因為人生很長嘛 他們經歷的事情一定會不一樣 包括接觸的人啊 然後... 長大... 環境啊... 什麼的 我覺得就是讓他們 漸漸長長大 然後... 清晨善良就好 等於... 也不希望有什麼包袱 家住在他們身上 不一定說啊... 你一定要當籃球員對不對 對... 好... 那最後一個也是算是我 一直也想問的啦 其實你的... 呃... 球員生涯來講 一直... 跟中華隊國手這個機會 相對是比較少的 那雖然說年紀也已經不小了 那你對於中華隊國手 未來如果有機會 你還會想要去做一個 這樣子的挑戰跟嘗試 哦...當然啦 因為穿上國家各個的球衣 真的是一種榮耀嘛 對... 然後也會給我家人 或者是... 小孩以後看到 我覺得他們會覺得說 欸... 爸爸以前那麼努力工作啊 然後... 可以得到這些榮譽啊 我覺得這是很好... 很好一個東西 讓他們看到 然後如果真的... 有這個機會 我覺得... 包括早... 因為... 年紀也到嘛 如果真的身體允許的話 我覺得我們很願意 替國家隊出戰 嗯... 我相信尾翰只要延續在 中興特工的好表現 應該未來還是有機會 成為一個中華隊的國手 那我們也期待 尾翰 往後在T1聯盟的好表現 謝謝你今天來 謝謝 謝謝 那我們VSP會客室 下次再會囉 拜拜